没想到六年没住情侣 竟然有了双人床位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南宁火车站 即将前往越南 开始我的东南亚之旅 其实从南宁到河内有很多种方式 但我听说有种方式花费不到一百块 所以我今天打算折腾一下自己 尝试一下这种方式 从南宁到平翔大概两百公里 花费四个小时 硬坐只需要二十九块五 那种我还帮你自己都可以 保护他 保护 保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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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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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块吗 走啊 走啊 这里有一个人了 两个人就走吗 有啊 没有人就走啊 走啊 多少钱 一个人十块 大一点啊 一块钱 有一块 有一块 走了 公交两块 就没低 五块 七块了 都三块钱了 这里十块了 本来打算坐公交车了 但突然发现 面包车就多了三块钱 那就做面包吧 每人十块钱 那赶不过来 有一关这点不能打 我现在已经进到有一关里面了 它是可以凭护照 以及有效的签证 免费进来的 不然的话还要花钱买门票 因为这里是个景时 那本来这里是可以坐那种接驳车 百度车 过去的大概五块钱左右 但贫穷的我选择 我的天哪 终于过来了 本来自主过节应该挺快的 但是遇上了西洋红 绿营团 他们比较不太会 所以我走的是外国自主过节 外国人工通道过来了 希望我能再快一点吧 希望我能再快一点吧 我们应该放 我们的桃子这边 我现在已经到入境口了 希望过关不要太难 不要被勒索 我给你们加过 看过来就不可以 看过来就不可以 我可以 让你这样 你去的测评 我去的测评 在测评 我去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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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人家VIP 虽然还是可以坐接浦车 但是依然选择 已经没有人行了 压力量 飞车 再继续 一 二 三 四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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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 来 18万 18万一个 18万呢 送到酒店吗 本来想要找一个13万人 结果因为太热了 他叫我 我就来了18万 什么 发开 都是 艾桑 开 离开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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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